各位早晨,這齣新的《黑熊天》 你可以說是一個創作,是至少它的名字一樣 因為在70年代有一齣叫《黑熊天》 據說那齣戲是最早期的《Slasher movie》之一 所以在電影的歷史上有它的位置 去到2006年的時候那齣戲有個翻拍 現在是第二次翻拍 有三齣戲都是叫做Black Christmas 據說我沒有看過原本那齣 70年代那齣我沒有看過 據說這齣和70年代那齣其實是相差很遠 所以它的名字一樣 但其實可以當新戲這樣看 就算你也看過70年代那齣 這齣戲的故事 它也是一齣slash movie 其實它在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交代那個女主角是Emogen Poots做的 我喜歡她的 所以有她做這齣戲其實是有加分的 這齣戲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是一個背景 就是說出戲開始之前 她曾經受過一個男同學的性侵 所以對她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困擾 她也會害怕 但是她有說出來的 但是她說了出來之後 很多警察、律師等各方面 都不相信她 所以她 就是說性侵她的男同學 其實還是在學校走來走去 她還是很活躍 所以她一開始交代的時候 因為她是一個Christmas的時間 她和她一些姐妹 就是在那一個Christmas Party 公開指責、指出、罵 以前侵犯過她的男生 然後故事發展下去 就是說 因為她們一群女生 就住在一個宿舍 在同一個宿舍 在宿舍裡開始有些女生不見了 甚至乎發現原來是死了 他們就開始懷疑是誰做的 會不會就是前幾天 我罵過那個男生 她出於報復 所以在殺害我身邊的姐妹 她出於發展下去 還有其他Twits 兇手是怎樣的 是有很大堆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齣戲我會給D 下載到免事宜 通常我給D 我叫別人不要下載去看那些戲 那些聽眾 會出於好奇 就特意下載去看 所以我不說這麼詳盡 有可能你會自己上去看 這齣戲我覺得 很多方面都是不好的 首先最明顯的是 這一齣是一齣 Slasher Movie 對於一齣 Slasher Movie 對於一齣 Slasher Movie 很大的娛樂性就是看 那些角色怎樣死 那個兇手怎樣殺人 拍得很不好看 是看這些東西的 但這齣戲是拍得極差 有兩方面 首先是怎樣殺人 那些人是怎樣死 是超級隨便 他差不多是唯一的變化 就是那個兇手 在那個主角的右邊 在他的左邊 還是在後面 突然間出現 突然間出現 然後一夜就對死 是很突然 而且那種感覺 重點是隨便 好像沒有用腦想過 沒有計劃 你是嚴重的感覺到 那個導演 對於拍 即是 Slasher Movie 是沒有興趣的 即是他知道他這齣 他是在拍一齣 Slasher Movie 他知道要拍有些人死 但他對於怎樣拍那些人死 他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興趣 回到問題 為何他會選這齣戲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很隨便 即是很隨便 即是很隨便 即是懶惰 即是我覺得 完全沒有娛樂性 所以是扣很多分 另外 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兇手的動態 以及他出現的位置 即是有時這些戲 都會用這些常用的手法 即是如果兇手走路 當然是沒有聲音 即是走路沒有聲音 即是他突然出現 但是這齣戲 是將這齣戲 帶上另一個高峰 即是你看一下 差不多你就覺得 他做到那些事情 我覺得是連Batman也做不到 即是這個人簡直是X-Man 他有超能力 即是他拍這些戲 當然是要做一些set-up 然後有一個jumpscare 即是突然間有一個人 在某一個你意想不到的位置出現 然後就嚇一下你 即是那個經歷感 就是在那裡來 但是問題是 他安排到那個兇手出現的位置 除了是意料之外 這麼簡單 他甚至是不可能 physically 在物理上 是不可能在那裡出現 簡直就是 除非他有超能力 所以我覺得 也是反映出懶惰 即是他不合理 隨便 拍出來 總之人死就可以了 但我覺得不是這樣 因為slash movie 都有一個水準 即是他都有一個standard 即是不可以 即是懶惰成這樣 所以在這方面是不合格 零分 甚至乎是 隨便爆炸 至於那個故事 我覺得也是不好看 因為這些slash movie 也不是講求要看那個故事 故事藥 其實也是可以好看 但即是因為這齣戲 即是他拍slash movie 殺人的部分 他已經沒有心機了 即是會不會故事那方面好看 他那個故事 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裡面的角色 他們的行為 他們說的東西 是不合理的 然後出戲告訴你 他們說的東西 他們做的東西 是合理的 被他激吻 例如其中一個的例子 即是這齣戲 進行到某一個部分 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然後那個女主角 她將這件事 即是這件事 加上那件事 再加上那件事 即是你看這麼多的細節 然後她就得出一個conclusion 她說她相信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個兇手是誰 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而她說的那件事 因為她的故事是這樣的 她說的那件事 差不多是超自然的 是一樣很不合理 是一樣 是超乎常理的事情 即是你普通一個人 你不會想到想到這樣 但這個女主角 她將幾件事 加起來之後 然後她很有偵探頭腦 她還要求她的朋友 去幫她 很有偵探頭腦 然後她說 我猜她應該是怎樣 那個兇手是誰 但是你作為觀眾 你看的時候 你有常識 你看她說話 她幾件事加起來 是沒有可能 然後走到那個conclusion 你知道嗎 你看到那個 喂 你是美女 但是你這樣 簡直就是 斷鼓沒有辛苦 你在那裡亂吵 然後故事發展下去 被她猜中了 你說是不是吹著 你看到電影 看到她這一部 你突然會整個人 嘗了 你會覺得 唉很累 哈哈哈哈 都不講道理 隨便 哈哈 殺人也是這樣 故事也是這樣 推戰推進也是這樣 她沒有可能猜到 她說出來的 那些事情 總之她猜中 你不要理 是很不合理 還有這一齣戲 其實是有一個 Feminist 在開頭的時候 例如她說那些 MeToo的問題 女性的權益 那些問題 或者是女性說話 投訴的時候 沒有人肯聽 其實這部份 這齣戲的頭一半 其實我很同意 我可以感受到她 嘗試在這齣戲裏 帶出這些話題 去到後面 就extreme 我個人來說 就覺得麻麻 但我不會去 因為我是review 我是說 談論這齣戲 我不是在談論 那個導演 他的世界觀 但我想說的是 如果 那個導演 他覺得這些話題 是需要認真探討 他是這麼關注這些問題 不是 他拍整齣戲 就是去說那些話題 因為這齣戲 看到後面 他的故事 已經是超級不合理 那些角色 他們的言行 完全是沒有道理可言 去到那個時候 去到看尾 我甚至覺得 我不是在看一個故事 好像在看那些預言 在看一個metaphor 很abstract的符號 故事已經沒有了 故事已經不合理了 但如果你是 這樣對待這齣戲 你是花那麼多力氣 例如你自己不想拍的戲 你對殺人 這些戲 完全沒有任何興趣 但你接拍是因為 你就是想用這個平台去宣揚 你覺得很重要的一些議題 或者話題 那我就覺得 一個很bottom line 是要拍一出 那個水準 令人可以接受的戲 如果你對 那一個話題 即是女性權益 或者me too 那些 你對於那些話題 你是這麼緊張的話 你就更加不可以 將這些話題 放在一出爛戲裡面 來表達 我也是負面宣傳 即是我覺得 那些很難吃的黃點 哈哈哈哈 我來吃飯 我不是來吃信息 我來看戲 我不是看你背後的訊息 我來看戲 我不是要聽到 如果你出戲 拍得好 然後你放這些訊息 完美 完美 因為這個世界上 我之前有看過很多 講Feminism 講女性的電影 是拍得極好的 是完美 但是你不可以說 很緊張 那個Message 然後拍出爛戲出來 那豈不是更糟 Anyway 如果說出戲 這戲本身的話 我給她的評分 是低 我覺得是下降 無論你是男性女性 我也是這樣說